孫女小存百萬 這生活習慣千萬不能有 哪一個存錢法 一年呢 可以讓你存到最多錢 高選定存 定存 他們的答案都是 一年後存到最少的 好 每天存喔 雖然很麻煩 可是一年可以存六萬多 很多我建議大家就買呢 指數股票行進叫ETF 平均的年化報酬率 7%左右 新年之後就會有103萬 一天晚間隔閉 東神超市三三頻道 媽媽好神經 孫女家務室